戰友安哥,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今天要分享的是中國區抵抗者杯C組的小組賽的Round1第一盤 那首先來看到選手羅伊的視角,這邊是一個攻的開局 啊攻的開局其實還是很不錯的,能玩的陣容比較多一點 包括之前說到的這個攻人決鬥者凱撒陣都是可以的 這邊調了一個布甲的話 其实泰坦在前期来说是比较没什么用的装备 看他待会会怎么去处理 这边的禁牌是爱心使者 哦这里喷了两张安妮 那看起来是可以走一个偏法阵的开局 那这里CXX是魔棒斗篷跟手套 那其实也是蛮法阵的 当然也可以走一个凯莎 因为这边是直接有一个星火的 星火在前期的打光能力非常的强 然后到后期的破魔效果 其实对于有法术伤害的主C来说都是很重要的 那这边谷月的话已经是有了柔衣和乌龟 那这边第一个跳出的英雄强的话 这里前两个都是偏走一个超级英雄的 那就看一下他这边会怎么去选择 我觉得吉英克斯的比较难用 我才刚刚说完他马上就选了一个吉英克斯 我们待会来看他可能是要走一个导弹鬼 导弹鬼的一个平多多 那这里天龙是选择拿了伊哲瑞尔的 不确定是杰瑞者的宝藏还是纵能高 哦这边是一个选择一个纵能高杖 那这边就是要赌伊哲瑞尔的 那对手特斯拉是选择直接做了一个泰坦给鳄鱼过渡 那高几率是冠冠人了 而且他这边是选了一个非爱的拳击训练 那灵宝天尊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海克斯的选择 古月是选择拿了吉英克斯的团队辅助强化 那特斯拉是选择了非爱的辅助强化 全队加200血 那灵宝天尊是拿了卡蜜尔的英雄单体强化 那就是要赌卡蜜尔 天龙这边是拿了一个伊哲瑞尔的骤人高杖 天元也是拿了骤人高杖 所以这两家都会是选择去赌EASY 赌EASY超级英雄的玩法 那肥肥球以及CXX是选择安妮的这个燃烧战魂 那这就是走一个法阵 那罗伊这边是选择安妮的反弹护盾 反弹护盾其实也是走法阵非常强力的一个 还是选择 那我们继续看一下 那李宝天尊这里就只能去赌卡蜜尔了 他选了这个 那就是铁头了 装备看起来是还算可以 就是闪剑比较多 那上一次B组的比赛 其实有一个燃烧战魂的比较特殊的玩法是 去玩六叛徒 那其实他是 还有选择一个最后一波 那把其实是非常精彩 是一个很漂亮的转阵 是一个很漂亮的转阵 嗯我们我比较想看这个古月是怎么 是怎么搭配这个 极英科斯 就是怎么搭配这个极英科斯的团队讲话 我记得他是团队加工术的 团队加工术的 要击杀之后 还有个两星猫猫在后面 天哪 下面还有这个罗伊 OMG 这个罗伊 这里 二星安妮 二星猫 二星安妮 二星安妮二星猫 呃 基本上他去玩什么 四爱星啊 或是一个四魔法使加塔利亚 这两个阵容都非常合适 那这边 也不脱装 安妮直接做了一个泰坦 去打一个连胜 没有什么问题 安妮其实拿泰坦不是那么的好 但是 前期 还是很需要安妮的坦装 所以 有种比没有好啊 不要脱装的情况 也是因为在打连胜 所以这个泰坦直接合下去是没有问题的 不然工通常 法阵会做的就是巨杀 不然就是虚空之门 会比较 会比较好一点 那共同人这一把是只有一家的 只有一家选了拳击训练 肥爱 那罗伊这里是升到了五级 看一下他这边开出了两级强物 三改装两级强两爱星 非常强势的五级阵容 那这里天元的话 持续的在蹲连拜 但是他这边比较可惜的是他没有开出魔道团 而如果有魔道团的话 这个连拜打下来会是比较舒服一点 那特斯拉这里已经做出了火炮加泰坦 那看起来他的公共人装备是已经非常完美了 目前有联胜的是三位玩家 罗伊古月以及特斯拉 三位都是一百滴血 哦这边进了一张索拉卡 这个不过他很难去搭配到啊 因为这个 吉英科斯的团队加成是比较难放到索拉卡的位置 我觉得他比较容易选择搭配就是可能三桃细胞 去拼多多去拼法阵 不然就是走一个怪兽柔伊 然后拿吉英科斯去取代艾克的位置是也OK的 不过我不确定这个吉英科斯的强化对于 而罗伊这个阵容的强度会在哪里 那目前看下来这边是被 肥肥球给断了一波连胜 哇很痛苦 那这边是只有罗伊的二星安妮成功拿下了五连胜 其他都是在二支五的时候被断 二支六二支六的时候被断 那现在进入第一轮野怪这里 CXX的安妮是做了一个龙牙 然后后面合了一个法报 这个就是很经典的塔利亚开局 塔利亚或当然是爱心也是OK的 那这边用陆陆去过渡塔利亚或托拉卡的装备 一样是开了一个三改装 然后两牛年两法 如果有这个两牛年的话 他的安妮的坦度会是在上升一个档次的 那这里天元的话 目前依泽瑞尔是一个水滴都没有 一个水滴都没有其实是有一点点危险的 因为其实 咒能高涨是非常需要回蓝道具的 你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回魔 那个伊瑟瑞尔的咒能其实是会叠不太起来 那灵宝天尊这里的卡蜜尔独家 已经来到了四张卡蜜尔 那目前是有成功做出一个泰坦 那这边也有一个手套跟斗篷 待会就可以做出 再拿两把剑就可以做出四血加无尽 那装备的部分也就OK了 那这边第三个海克是选择 呃 我觉得就拿二吧 因为 这是要赌EASY的 赌EASY的你如果是拿潜滚钱的话 那这边直接刷了一下 拿到一个蓝电池非常舒服 因为 你非常需要回蓝 就像我刚刚说的 那这边拿到一个蓝电池 就省去了他一个水滴都没有的问题 所以他的伊瑟 待会可以再补一件什么科技枪啊之类的 都是还不错的 或者是你真的要出 再出一个关刀也行 再出一个关刀去搭配 那这里来看到目前 领先100滴血 罗伊 这边选择的是飞升 那还做了一个黑书给罗伊 那看起来就是走一个 三改装 三改装拼多多 去拼四爱星可能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搭配 拿特斯拉这边的四楼四也是 非常的顺 这边后面还有一个好运姐 先去过渡 先去过渡索拉卡的位置 那这边也有一个二星卡蜜尔 顺便去卡一下这个 领导天尊 那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 第二个卡蜜尔的选择 这边古月是 也是拿 也是拿 也是拿蓝电池 那他应该就是要走一个怪兽柔伊的 那特斯拉这里的 甲克斯是选择拿了一个天赤圣典 增加一点续航 那领导天尊是拿了一个系带型打铁铺 天龙这里是选择了双胞胎 双胞胎的赌一者 那肥肥球这里拿了一个整装备战 那第二个整装备战其实就比较不好用一点 那第三 那再来天元是拿了 藍电池 走一个EZ 没有问题 那CXX这边 这个法阵是拿了一个珠光莲花 罗伊这个法阵是拿了一个飞升 拿一个飞升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天龙的搭配 是一个精进之锚的伊哲瑞尔 不过他是没有开出双胞胎的 他现在是毫无双胞胎 而且他已经快死掉了 我个人觉得他是有一点点危险的 那这边是用三斗士三超级英雄去打工 那这边是终于赢下了一盘 待会他的位置应该就是三超音然后双一者 可能没办法去开到魔道团 那特斯拉这里是最 感觉是最顺风的一个 因为他这边的贾克斯 已经六斗了 然后他装备也是非常正确的 有火炮加太坦 然后他再补了一个天之圣典 所以等于说他的贾克斯也是有续航的 而且有火炮的话 其实吸血的问题就不是那么的重要 因为你已经在后面了 你要死的情况下你前排 就是别人要打到你贾克斯 代表你前排也都死光了 那这里CXX是捏了一个二星的虫子出来 哦这里是不是也想转个怪兽肉依啊 因为他的安妮禁牌不是很顺 可能也是打工啦 可能也是打工啦 因为这边他可能还是想要刷一个塔利亚 会比较好一点 因为这边是做了关刀加法报 其实不太适合去赌柳伊 那这里天元拿下了这个蓝电池之后 是非常的顺风啊 开始打了一波五连胜 而他的Ethera的数量来到了四张 这边是持续的抽牌 看可不可以先把牌面都抽到二星 OK那这里肥肥球的话整装备战 不确定他现在 哦他现在有在叠的是 一些垃圾 他他现在这个叠的 我觉得第二轮拿整装备战就很难用 因为你你很难去 就假如说你是在打一个连败你快死了 然后你又拿一个整装备战 那你说你是要叠呢还是不叠呢 不过他这边有一个还不错的是 拿到了二星的女枪去过渡塔莉娅的装备 那其实这还可以的 我这边遇到了CXX的珠王莲花 还是有一点 有点难营 毕竟你这个整装备战现在是在让 那这边Ethera双胞胎是目前先选择了双胞胎的莫菲特 增加一些坦度 哇他现在没有带一张Ethera其实是很痛苦的 而且他如果要再放一张Ethera可能还要升七等 哦来了那这边会直接把莫菲特换掉可以可以可以 让Ethera再多增加一点伤害 那这里天元的Ethera就是比较好一点 这边持续的D牌 持续的抢Ether 持续的D 看能不能把超级英雄先D起来 不过他这边是非常痛苦的啊 因为他是有同行的 如果你重能高杖是有同行跟你一起赌的话 其实你Ethera会比较难D到三星 那你在第四章节如果Ethera没三星的话 这个强度是会不够的 尤其是如果有 还有侦察凯莎这种阵容 也会去砍你的Ethera 那这里灵宝天尊的卡蜜儿是非常的顺 已经三件套满装 就只差三星了 那这边最后一个海克斯选择 这里天元是选择拿了天赤圣典 然后这个魔道团是直接开出来 他继续抽 拿了钱就跑 索娜 哇好卡 这个索娜没办法抓了 那这里 持续的D牌 持续的D牌 禁牌是非常的不顺 甚至莫菲特都还在一星 然后飞爱的数量跟理性的数量是比较健康的 那就看一下他要怎么撑住了 因为他这边再不三星 他应该人就没了 这边遭遇到是古月的怪兽柔依 怪兽柔依 就像我刚刚说的 他把艾克的位置取代成了吉英科斯 因为吉英科斯是一个辅助强化的天选 这边 很难赢啊很难赢啊这天元 然后这里特斯拉的供供人 非常的舒服 非常的舒服 持续的赢 而且他这边又做了神识跟荣雅 那一样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海克斯搭的选择 古月X这边是拿了珠光莲花 走一个怪兽柔依 那特斯拉这边是一个道具包 走的是贡贡人 不过他贡贡人是一星的 那灵宝天尊这里拿了再接再厉玩的是卡蜜儿 天龙这里选择再接再厉玩的是 咒能EZ 那飞飞球这里拿了吉祥转玩的是 塔利亚法阵 这也是独家 哇这个其实蛮可惜的 因为他已经没有人在跟他抢了 没有人在跟他抢贡贡贡人 但是他还是没低到二星 他已经低干了 那这里 天龙的部分 他的 莫菲特的数量是比较健康一点 然后医者的数量是六张 莫菲特是八张 这边是靠的双EZ 双胞胎看可不可以打出一些 不错的伤害 不过他医者装备很烂啊 他医者装备是冲到 就只有一个关刀的 那这里天龙可能是老八了 那这里 天蝎就是要等这个天龙死掉之后再去减这个 EZ 这个双天都是在赌医者的 那领导天尊的卡蜜儿数量是来到了六张 而且他有一个尼可帮 所以其实他只减二 不过卡蜜儿这张牌 就是你尽量要在4-1的时候就把它滴出来 再往后拖 那个血量就是会一直掉 不是一者啦 那个卡蜜儿 那这边开的是三混盾 扶牛 以及骇克 那这边来看一下 罗伊是走一个四爱星的拼多多 那他这边是已经来了索拉卡以及星朵拉 其实还不错 那边留二星之后 这个阵容 其实已经顶穿了 其实已经顶穿了 那他这边主C的位置是选择用柔伊 其实是非常好的 因为他柔伊带了爱星转 那个 伤害叠出来是非常的快 因为柔伊的蓝条是只有30 那加上爱星转这样子 瘋狂叠魔魔弓 4爱星每秒增加 6点 6点AP 非常的强 6还是8我有点忘记了 那这里 但打不太赢这个飞飞球的 喔天龙直接死了 天龙死掉了 飞飞球还在用女枪过渡啊 呃 其他两家 选择安妮强化的都是在用女枪去过渡 因为大家都没有抽到塔利娅 那这边天元 发现自己的同行死去之后 开始死去的D牌 不过这里还是没有D到 天原遭遇到的是共共人!共共人已經惡心了!完蛋啦! 這邊能夠處理掉共共人嗎? 飛艾能成功把時間拖起來讓伊澤疊起來嗎? 看起來是完全沒有辦法這個... 豬女一個完美的控制 那打下來這邊...天原倒地 GG 這邊老七老八,玩的都是重能高障 重能高障有同行就死去伊澤眉三星,直接倒地 那這是完全沒有辦法的 那這邊這個吉英科斯的天選看起來也是不太能選啦! 這個怪獸柔衣玩下來 感覺少了點什麼 感覺少了點什麼,這邊是放了雙大眼 這邊有一個日顏,然後多一條腰帶 這邊... 還是要做號戰加護甲呢? 號戰加反甲 也是不錯的,這邊拿了一個魔棒 也有可能是黑書啦! 黑書加日顏 黑書加日顏就... 比較衝突一點 好,烏龜-1 這邊只能...只能拼烏龜三星了 那這裡特斯拉,再慢慢回存,看他可不可以上八等 那這邊遭遇到的是利保天頓的卡蜜爾 卡蜜爾是成功來到三星,而且他尼可邦還沒有用掉 卡蜜爾也是非常的神裝 那卡蜜爾打賈克斯其實是很好打的,因為他這邊是有一個繳械的效果 而且他這邊是... 二星安妮非常的硬啊 二星安妮三件神裝 那這邊果然是成功的... 拿下! 拿下這個光光人 然後這邊... 古月的怪獸肉依是直接死去了 那這邊... 卡蜜爾的AI效果是... 戰鬥開始 AI... AI獲得... 60點物攻 到遊戲結束 這對於卡蜜爾來說是非常強力的 那這邊... 遇到的是... 裴裴球的... 二星女槍 這邊卡蜜爾跳的位置其實還不錯 不過... 看... 喔!沒辦法處理掉這個... 好運者兩波大絕 卡蜜爾絲毫沒有扣血 那這邊直接GG 那這邊球倒地 應該沒死啦 沒死沒死沒死 4滴 那羅伊這裡的... 是愛心還是滿頂的 繼續承住 那羅伊這裡也成功滴到了二星索瓦卡 二星柔伊 全隊二星... 只差艾克以及... 辛朵拉 這就是很經典的四愛心的配置啊 那如果你在... 還沒有拿到辛朵拉之前其實是要放... 索娜的 其實是要放索娜的 這邊... 是有的話就... 放辛朵拉沒有什麼問題 然後他... 廠下是有留... 5塊卡去讓辛朵拉拉上來... 做一波強力的輸出 雷歐娜可以... 打一個單點超級爆發 那稻草人可以打一個強控 所以拉到誰都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那因為他的主席是柔伊 所以他這邊柔伊留了滿多張的 他如果等一下柔伊能夠三星的話 其實也是非常強 這邊最後肥肥球... 成功拿下特夫拉的鬥士 繼續狗分 第五名爭奪賽 那這邊選秀的話... 那邊球這裡要拿... 選擇拿了一個嗜血 特斯拉的... 公共人選擇拿了一個星火 那林寶天尊的... 超級卡蜜兒是拿了一個... 吹風? 不是超級卡蜜兒啦 AI卡蜜兒 叛途卡蜜兒 這邊看一下羅伊的選擇 嗯...我覺得這巨人殺手... 好像只能給... 那還差三四指 只能...只能給這個勒布朗 沒有什麼好的選擇 那是改裝...改裝掉的啦 所以其實也沒什麼差別 這邊遭遇到的是... 讀卡蜜兒陣 卡蜜兒直接切後排 但是柔伊的位置很危險 因為柔伊直接飛到了卡蜜兒臉上 那這邊可能是... 沒有辦法處理這個林寶天尊 哇... 這就是卡蜜兒陣容 如果超級虎的... 最強...最強型態啊 這也沒有辦法 那...肥肥球這裡... 不確定是被誰直接轟出去了 肥肥球玩的是... 法陣 但是他的後排沒有塔利亞 是用二星的女槍 那這裡CXX是... 終於遞到塔利亞了 CXX剛剛也是在用女槍的 那這邊塔利亞是終於來了第二張 只是他現在沒有錢抓 這邊遭遇到的是... 愛心柔伊 我個人覺得柔伊陣應該是開大的 因為這個塔利亞只要沒把這個柔伊秒掉 這個柔伊還會再... 喔! 柔伊處理掉了 柔伊處理掉了 那這裡塔利亞能夠再處理他的後排嗎? 喵... 柔伊的大...呃... 塔利亞的大爵位置其實還是不錯的 那這裡成功收一下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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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血量都很近了 就是這個領導天尊一個人在一隻毒袖 那這裡CXX 那想辦法 等一下花... 等一下十塊錢 二十塊 看能不能把塔利亞滴到二星 然後百位的話 我個人覺得打這個三星塔... 三星卡蜜爾是... 還是沒...沒什麼辦法的啊 沒什麼辦法處理 大家就看一下他的裝備選擇 看這個塔利亞可不可以讓他滿裝 補一個聚殺啊 或是補一個 法爆 或是什麼都行啦 只要是 舒適裝基本上都可以用 因為他還有一個珠光蓮花 直接拿殺都可以 科技槍也可以 甚至科技槍 讓你前排彈一點 然後你塔利亞多開幾個大局 是有機會的 這邊就是 看卡利亞能不能夠二星 他剛剛已經把那個珍娜也賣掉了 他剛剛珍娜有沒有是兩隻 OK這邊來了第二星塔利亞 沒有什麼問題 那這邊是 最強羈絆了 最強陣容 六魔法 三星光 這邊遭遇到的是聯保天尊的 毒卡蜜爾 這邊吹風很關鍵 有閃掉 不過卡蜜爾直接跳到塔利亞的臉上 直接處理掉 那這一波應該是 直接倒地了 那待會就看一下這個 共共人對上 愛心法陣 是共共人勝利還是法陣能夠成功拿下 我個人覺得 愛心法陣的勝率應該是會高一些的 因為他的 共共人是還沒三星的 那這邊共共人也是成功被坦出去 那最後決賽圈是 林保天尊的 盧卡蜜爾對上 羅伊的 這個 是愛心 是愛心拼多多 最後一波第一排 那這裡林保天尊 八連勝 尼可幫也還沒用 隨便玩 隨便贏 遊戲結束 這邊羅伊 跳的位置是 沒有跳到後排 不過 這個攻擊力應該也是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懸念了 看起來是 毫無懸念 卡蜜爾一隻獨秀 卡蜜爾一隻獨秀 直接GG 20 20滴血直接抬走 那我們直接恭喜 林保天尊 成功拿下第一盤 呃 這一次的影片我改成了 呃 1.5 1.5倍數 然後我是選擇把 海克斯的羈絆選擇 跳出來的時候 我把它暫停一下 那這樣我可以看得比較清楚 那如果大家覺得 欸 可能還是想要看 慢速一點 或者是覺得不要暫停 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講 那我們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感謝大家這邊的收看 我們下期節目見 拜拜